國防部長馮氏寬不就講嗎 他說之前如果大陸的軍機 飛越我們的ADI防空識別區的話 我們怎麼做 就把他幹掉 打下來 飛進來 當然 因為馮氏寬是100分的部長 我也不能去懷疑 他的講話的真實性 不過馮氏寬一直列為 內閣改組的一個 被點名的名單 所以到底他講話的真實性 始終讓人家懷疑 所以到底我們怎麼因應 現在大陸的遼寧號 當然如果他已經突破第一島嶺的話 他會展現他的武力 他的肌肉 大陸這幾年來 包括軍力 包括經濟 國力 整個持續都在成長 這一波當然有認為是 美中角力的一個衍生的 一個後續的動作 對台灣來講 台灣就是比較弱小的國家 夾在美中角力 我們怎麼去因應 我們要去介入嗎 或者我們要選邊站嗎 當然最聰明的方式 不要選邊最好 不要每次都轉移說有斷交 就是國民黨的問題 只要批評在野黨 我就不要用這種轉移的方式 這種方式比較重要 為什麼 兩岸外交你要去選邊站 從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的策略都是這樣 先緩和兩岸關係 外交上就會尋求 比較有彈性空間 會有更多的突破 你包括我們參加民進組織的IQA 我們出席WHA 然後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還可以出席 今年出席5月的WHA 這簡單來講 前人重數 後人成兩 民進黨是掛到要買 他是守國民黨掛到要買 如果現在兩岸關係搞不好的話 明年的WHA還要去嗎 三年後的IQA還要去嗎 我們在國際組織上會受挫 方交國會斷交 有沒有骨牌效應 那是外交部要去努力 可是我們目前 兩岸關係處理得不好 我們製造那個 風火外交的一個效果 本來就會 不要說怪國民黨 現在還有很多像尤其坤的綠營人士 主張邦交無用論 那根本就是精神勝利法 他們這樣講 說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斷交 我們可以替台灣節省經費 還是用一邊一國切割的方式 還是認為中華民國是借殼上市 如果民進黨叫你用 拜託你們 昨天是行線紀念日 拜託你們就去修憲 證明制憲就好了 你們已經完全執政 立法院過半 接近4分之3的席次 請你們在立法院 提出修憲委員會 趕快提案 敢嗎 沒有 一個動作都沒有 所以完全執政 叫做完全騙選票 一切都是假的 我們叫精神勝利法 精神勝利法叫 國軍轉進台灣 共軍追擊不及 我們勝利了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並不是只會喊口號 你剛剛講莊敬志強 我們就好好把充斥自己的實力 除非不僅說 這個變局來了 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你再說我們花更多錢 給所謂精權外交嗎 也做不到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